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温度会比较低 天气转凉 带你来尝尝火锅暖暖身子 来尝的是熏龙鱼锅 这是用新鲜的熏龙鱼原汁 当作汤底加入中药材来熬煮 白色汤头滚滚冒着热气 里头的神秘鱼片 碰到热汤也不会散开 肉质紧致Q弹充满胶原蛋白 这可是得在18度C山泉水当中 才能养殖的熏龙鱼 把熏龙鱼原汁加入枸杞 红枣和姜木一起熬煮 滋味真是独特 它比较清甜 它没有... 比较没有养殖的那种土味 或是鱼腥味 对,它吃起来就是会让你 一片接一片的感觉 琵琶,满滑的 麻辣嘴巴里是什么的 就咕嚕 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辣到不行的麻辣锅 想尝这一锅要有心理准备 老板准备的鬼椒 号称世界第一辣 加入肥嫩嫩的鸭血和豆腐 同样超手欢迎 现在要下的是安格斯黑牛 这里不论是大顆生蚝 还是安格斯黑牛都随便你吃 天气凉,来一口熏龙鱼汤 马上暖上心头 接下来,吴志盈,台湾报道